出门前先拔插头想省电就连延长线的开关不用时也一个一个把它关掉 明明该做的都做了无奈用电量还是高得吓人 小心吃电怪兽再作怪 电动热水平24小时自动保温加热 想喝温开水随时都有虽然很方便 但也时时刻刻在啃你的荷包 试算一下一台约4到5公升的电热水平 保温时一天消耗1200瓦一起两个月要用掉72度电 以一度3.5元来算养一台热水平每期账单要花252元 但如果换成快煮壶煮一次耗电100瓦 假设一天煮三次一起两个月花18度电 只要花63元算一算可以省下189元 使用频率不用那么高的话你可以调整到60度或70度 那这个省电效率能提升大概30到40%左右 另一只吃电怪兽在这里有些家庭用的是这一款除热式电热水器 这季的关系就是他必须要一直持续的去用电来去保温 那个这么这么大空间的那个储水的那个储水槽 那每一期就是两个月的电费可能这个部分就占了300多元了 对付这一类吃电怪兽专家建议平常让他处在关机状态 洗澡时再打开夏季到来基本用电加上冷气电费让荷包吃不消 如果又不想脱离冷气房就得从其他吃电怪兽着手 至少还能为自己省点开销 新新闻欧亚听吴俊卫采访报道